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郑玉文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继续组建新内阁 备受关注的国务卿一职究竟会何时揭晓呢 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是否可能出现 我们将为您做最新的报道 另外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通电话 是否显示美国的对台海问题政策将会出现改变呢 台湾又该如何在美中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定位 在今晚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邀请 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先生 来到节目现场就这通历史性的电话 以及美中台关系的发展来为您进行分析 另外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 我们要带您关注中共中央就领导人的待遇问题 提出了四大禁令 在党内腐败成风的氛围下 习近平要如何整治高官待遇呢 我们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 在美国的绿党候选人斯坦恩表示 密西根州老旧的投票机很有可能遭到了黑客袭击 他要求重新点票 而一名法官也已经裁定在三个战场州之一的密西根州 进行重新点票 而在另外一方面呢 当选总统川普则继续的组建他的新政府 目前备受关注的国务卿人选迟迟没有宣布 上个星期川普似乎把选择的范围缩小到了四个人 那就是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 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 以及参议院科克 不过呢他也约见了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 并且与另外一些人选 包括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进行了交谈 我们都知道洪博培有一个从中国收养的女儿 她本人能够说熟练的中文 那么有关川普的新内阁 我们也会随时的为您做最及时的报道 不过继续我们要带您关注的 那就是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 在上个星期五的一通电话 这通电话呢打破了从1979年 美台断交37年来 台湾总统与美国总统或者当选总统 不直接对话这样的一个外交惯例 在台湾就被视为是总统蔡英文 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和突破 到底这次的事件是不是意味着 川普在就任之后 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 将会有重大的调整呢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 北京对于川普与蔡英文通电话 基本采取相对克制态度 但是已经将责任归咎于台湾方面 未来台湾要如何在美中两大国的博弈当中 来找寻定位 今晚呢我们有机会为您邀请到 台湾前国家安全会议的副秘书长张旭成 请他来就川普蔡英文的通话 以及美中台关系的未来走势来进行分析 那么张旭成先生呢还曾经在陈水扁政府时期 担任过台湾立法委员 以及台湾驻巴林王国的代表 那么目前呢他也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荣誉教授 我们欢迎您张博士 谢谢你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啊 这通电话当然很多人认为这是蔡总统的一次外交的胜利 也是台湾的一个非常历史性的外交突破 那么当然了很多人说这个蔡政府在这个电话之前 一定是经过了很长的审慎的考虑协商 以及这个沟通啊 那么到底跟我们谈谈从台湾政府的角度来说 希望能够通过接通电话传达到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知识人你说这个这一次是蔡英文重大的胜利 这个重大的胜利能够成为事实 要感谢中国 因为北京啊 这个是台湾蔡英文总统最好的公关 他们的这样的反应 让全世界都晓得说这个蔡英文总统这个人 当然这个蔡英文总统跟川普总统当选人的对话 是这个可以说有备而来 并不是临时起义 因为双方都认为说台美之间的关系不正常 双方都觉得说这个应该重启这个新的这个关系 所以啊这个我们认为说 这个未来双方会有更多的这个接触 更多的联系来看看说双方怎么能够 有进一步的加强的这个台美的关系 因为蔡英文女士她去年这个在华盛顿 那么在CSIS这个智库这个演讲的时候 她曾经提到说除了这个他要两岸的关系维持现状 除了她要向美国保证台湾是美国在亚太可靠的 这安全的伙伴 那么我们相信了未来这个台湾跟这个 川普政府会来研讨双方如何加强安全的合作 经济的合作 所以嘛未来这个双方的这个对话 可以说是会密切进行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 Steve H.A.A. 王辉这一位 这个可以说共和党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官员 也是这一次transition team交接这个团队的顾问 她人现在就在台湾 那么她会见很多人 那么谈一谈说未来双方这个可能如何加强接触 是你刚刚提到说未来这个美台之间 会有更多更密切的一个交流接触 紧接着就来了一个机会 我们知道1月11号12号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那么可能会利用过境美国纽约的机会 到这个中南美洲的一些邦交国进行访问 就在今天中国外交部呢 郑重的要美国禁止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 那么这一连串的发展 也有很多的台湾媒体在猜测 蔡英文总统是不是有可能利用1月份的这个机会 来跟川普的团队 或者甚至川普本人来进行会面 那这是更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个1月中旬的时候 川普还没有就职 所以仍然是当选总统 您认为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这个中国啊 太小心眼了 这么没有信心 你有这么多的力量 那么跟美国关系这样密切 你怕这个小英 这个到纽约 那么跟川普见面 川普他还没有当选总统 你就想给他穿小鞋 这会让川普跟他身边的这些顾问 非常生气 所以你中国凭什么要命令这个未来的美国的总统做这个做那个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所以中国这个办外交啊 他们有很多地方还需要学习 不要说财大气出什么都要下命令一样 所以这一点这个中国的外交官王毅 这个他要重新思考他的一些做法 似乎太超过了 李毅之邦 比如说这个小英打个电话 给这个川普总统当先人给他租货 这是一种理数嘛 基本的这个理数 那么中国李毅之邦 你还怪人家说这个是小动作 为什么这个小英当前总统的时候 你们北京不对这个小英也表示一点 诸后之意念 如果这样做 两岸的关系会很快就很好 所以中国就是缺少这种基本的理数 财大气出 以为他很大 中国的历史曾经讲到说 这个以大事小是要智慧 现在看起来 中国的这个领导人还缺少这样的智慧 那您觉得小英的过境纽约会不会受到影响 那么蔡英文政府是不是应该要乘胜追击 现在所有的国际舆论 可以说很多人都同情台湾过去所遭遇的困境 那么觉得这通电话 让台湾的国境能见度又再度提高 您觉得蔡政府是不是应该乘胜追击 做得更多呢 我想这个我们都很希望能够 这个促进台美关系的这个进一步 现在关系不正常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这个正常化 所以如果小英在纽约能够见到 这个川普本人 或是这个川普身边很重要的这些顾问 会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那么另外我们现在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在美国也有一些舆论认为 川普决定接蔡总统的接通电话 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甚至还有人说这是否可能会引发 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还有人把他与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来做一个相比拟 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决定 您的看法 对于川普来讲 我们知道他在竞选期间 他的口号就是让美国再度强大 选前选后 他认为要压制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他选择接通蔡总统的接通 祝贺电话 您认为他的考量是什么 真的是这个经过了深思熟虑 还是说是一时的决定 您认为他的因素是什么 中国因素又占了多少 这个川普这个会批评说 这个欧巴马总统 他跟古巴这个共产党的国家 过去曾经对美国形成很大的威胁 跟他这个关系正常化 跟他们的总统这个福利克斯特 那么现在他的弟弟Raul Castro 这个加强这个关系 关系正常化 他会觉得说他做得很对 但是呢 这个他觉得说 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是一个美国长久的这个 可以说友好的这个伙伴 他觉得说这个美国的媒体 他也没有尝试了 你对这个欧巴马这样做 跟古巴拉关系 那么让欧巴马跟台湾这个民主国家 这个一通这个电话 你们说这会发生战争 这有点说这个太小儿科了 小题大做是不可能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 这个将来欧巴马的这种政策 过去太偏向中国 欺负于中国的压力 川普会重新重整会改变 因为他就是说要让美国伟大 这就是这个川普的这个政策的口号 要让美国重新伟大 你就不能欺负于共产国家像中国 所以他觉得说这个跟中国之间大家平起平坐 不是说你要命令我谁可以见谁不能见 谁可以跟他讲话谁不能 这样子的确这个中国太过分了 美国主流的媒体他们也太差了 实际上在这次的舆论报道里面 也有一些媒体注意到了 就是当各家都在讨论说 中国有没有可能采取报复性措施 台湾是不是这个有更面临更大的一个威胁和危险的时候 也有媒体注意到 其实早在川普跟蔡英文通电话 一个星期以前 11月25号 中国首次派了轰炸机侦察机 绕着台湾飞行了一圈 那么今天的台湾国防部官员也证实了 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甚至说这未来很有可能是中国解放军 一个常态性的一个演练作为 所以其实中国军方对于台湾的这种军事威胁一直存在 您认为台湾在国防上准备好了吗 我们正在努力各方面加强台湾自卫的能力 除了自己这个要自己制造 我们需要的这些防卫的装备之外 当然我们像美国或是其他国家来取得 这些进一步的武器 但是这个中国这样做 会让全世界觉得说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你是大国 你应该维护世界的和平 那么你对台湾这样的军事的威胁 这不像一个大国应该有的行为 所以这个比如说现在这个中国除了说对台湾威胁 1600个飞弹对准台湾的话 他在南中国海建立基石基地 将这个整个这个南海的这种金色金色改变 引起美国引起日本印度 这个Australia还有这个东南国家的这种担心 中国这样做并不一定很聪明 他引起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这种疑力 所以这不是外交的成功 张博士最后我们大约45秒时间 想请您跟我们谈谈 纽约时报也报道了 这通电话可以说把台湾重新放回了美中两国 在外交谈判桌上一个很优先的位置了 所以您认为台湾未来应该要怎么做 才能够让他在美中两国的博弈当中 取得最大的利益和成果呢 马英九总统的时候啊 他的政策偏向中国 所以呢他很多事情他不敢做 但是呢现在这个民进党的政府 我们认为我们要跟民主国家 尤其是美国有更好的这种活作 所以未来这个我们对美国在亚太 维持这种和平安全政策 我们会配合 我们会加强来这个我们的力量 那么使得说台湾可以让美国看到 它是可以有贡献的 能够帮助美国政策的一个国家 好的非常感谢您张旭成博士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您刚才听到的呢 是台湾的前国家安全会议的副秘书长 张旭成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针对川普与蔡英文的最新通话 所发表的看法 稍后回来呢 我们要继续看到 人权观察组织在今天 就中共双规制度下的拘押和酷刑 发表了调查报告 到底有哪些发现 他们又为何要来关注双规问题呢 稍后人权观察组织的代表 将来到节目当中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权观察组织在今天发表调查报告称 中国共产党用来秘密调查党员问题的双规制度 无法无天 报告说酷刑 单独囚禁 强迫认罪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那么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呢 是根据对21名受访者的访谈 这其中包括了4名 曾经被双规的当事人 还有他们的家属 同时也参考了摘自200多条 中国媒体所报道的35份当事人的陈述 以及对全国各地38件判决书的分析所写成的 许多经历过双规的人士表示 双规是法律的黑洞 人间的地狱 在被双规期间 不按照调查人员的旨意来认罪 酷刑就不会停止 我们看到人权观察是在今天 在香港发布了这一份 有关中共双规制度中 拘押与酷刑的调查报告 主要目的是要揭露 中共对涉嫌危机的党员干部 实施双规过程里 存在广泛的侵犯人权的现象 有关详细情况呢 我们现在立刻连线人权观察组织的 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女士 来介绍有关情况 王女士您好 王女士您在线上吗 王女士您在线上吗 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到 人权观察组织的王松莲女士的声音 或许稍后在节目当中 我们会继续的来尝试 不过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到的是 习近平誓言要来整治高官待遇 而且要从他自己领导的 18届中央政治局要率先做起 习近平是不是动真格 要来从严治党呢 整治高官的待遇又该如何来落实 稍后我们将有深入的探讨 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他在做什么不断 如果他在做什么不断 那就是我的工作 我们要在英国的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人权观察组织呢 在今天发布了有关于中共双规制度下的 拘押和酷刑调查报告 有关详细情况 我们下面继续再为您尝试连线 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部研究员 王松莲女士 王女士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基因节目 先跟我们谈谈 我们刚刚新闻当中 也简略报道了这份的报告内容 到底在你们的调查当中 发现在双规制度里面 中共到底存在哪些 严重侵犯人权的状况呢 对 谢谢你 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 介绍了这一个报告 那就是双规本身 它就是一个侵犯人权的制度 因为它是在那个法律之外的 没有任何那个法律的根据 它是一个任意的积压的一种制度 它通常呢 就是把那些 说双规的那些官员 或者是党员 以单独积压的方式呢 长期的积压 甚至是可以是无限期的这样的积压 那本身单独积压呢 就可以是一个在国际法来说呢 可以构成是酷刑的一种 那除了就是双规大陆 双规的这个情况以外呢 其他的人权的情况呢 也包括了就是不给 长期的不给睡觉 不给睡觉 或者是睡眠非常的少 然后呢 要求那些被双规的人保持 长期的保持同样的姿势 比如说长期的站立 或者是做到屁股都烂 这样的 就是当事人告诉我们 有这样的情况 或者是不给他们 足够的食物或者是食水 甚至是被打的那个情况 我们也有记录到 那主要的双规这些 其他人权的情况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 把这几种 那么王女士 我们知道 在中国有不少的民众 可能会认为 遭到双规的这些中国官员 大多是贪官 所以一般来讲 不会对他们代表同情 他们认为不值得同情 跟我们谈谈 为什么人权观察 要选择来调查 有关于双规制度下的 这些问题 那么对于这些 中共的干部 所遭遇的酷刑 要来进行调查呢 那因为那个 双规是一个严重的 提防人权的制度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在中国的法律来说 是没有任何的法律 根据的是一个党的制度 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一个 法律框架下面的一个制度 那它是一个 因为它是一个严重的 提防人权的制度的话 我们分为一个人权的组织的话 必须要 都会去调查 还有揭露 它其中的那些情况 而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 其实党员非党员 这些都是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 享受到一些基本的人权 所以我们也是 从这个人权的角度去出发的 然后最后就是 现在习主席呢 就是有一个 反腐的那个运动 其中呢 就是依靠的就是 中纪委 还有地方纪委的那些调查 然后纪委 也是那个 共产党的党的一个 一个机构 依靠的 也是双规的一个制度 那我们认为就是 这个反腐败的 那个运动之中呢 因为那个双规的使用了 让他所得到出来的那些 所谓对当时人 那个腐败的证据呢 因为那个使用 酷刑啊 尼基亚的这些情况呢 得到出来的那些证据呢 其实是很大的问题的 就是如果一个人 在双规这样的情况下面 他是承认了 自己是腐败了 但其实他是真的腐败 还是被强迫的情况下 说自己是腐败呢 那这样的一些证据来 来把这一个人定罪 在法院 在后来的那个 司法程序那里了 定罪的之后呢 那整个国家来说 其实是不是真正的反腐败 有效的反腐了 还是 其实 最后 是给了那些权力 党内的一些 有权力的人 去打压其他的人 这样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是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人权观察组织的 王松莲 王女士 感谢您接受美国今天的访问 我们继续呢 回到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的部分 我们看到呢 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当中 审议通过了 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有关的待遇规范 那么在这份待遇当中呢 特别提到了 中央高层领导人在退休之后呢 要来及时的腾退办公用房 那么在外出的时候呢 要轻车减从 同时呢 还要按规定配备工作人员 要严格约束亲属和工作人员 另外还要压缩他们到外地 休假休息时间等四大禁令 那么报道当中称 有关规定从中共18届中央政治局 要来率先做起 并且分批实施 在贪腐乘风的中共官场 整治高官待遇 谈何容易 那么新规范能不能够落实 另外此前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中共在2014年的退休高官 年开支超过了675亿元人民币 其中又以江泽民为首的退休元老 待遇高得惊人 究竟中共高官在离休后 享有多少的特权 那么习近平的最新指示 是不是为了敲打某些特定的高层呢 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 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 来就此展开讨论 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 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 陈奎德先生 欢迎您陈先生 你好 那么第二位呢 从纽约通过skype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 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 提出您的问题或者看法 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 400-120-051 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 写线VOACHINA 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看 在上个星期的这一次的会议当中 那么习近平呢 在会议上是怎么说的 他提到了 打铁还需要自身硬 那么说到全面从严治党 必须要从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来做起 要求别人做到的 首先自己做到 那么要求别人不做的 自己坚决不做 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 我就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 陈奎德先生 我们知道外界普遍的认为 中共的党内腐败成风了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 要来整治高官待遇是谈何容易 那么新的这些规范来讲 您觉得它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来加以落实呢 它可能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 我想这个新的规范出台本身 当然我们还是应该肯定 它是一个往前的一个发展 但是我相信这个规范 能不能真正的达到整治党风 恐怕要值得怀疑 这只是一个相当来说是一个治标的一个方式 而且谈到的也是基本上好像着重点是在 政治退休的高官 也就是说它有某种政治上的含义在里面 退休的高官 当然实际上最主要的中国的 这个关于官场的腐败 官场的特权 大家知道这些年大家都看了很多了 都多少年来中共的特权 这个问题是个非常的尖锐的复杂的问题 我想最关键的有两点从基本上来说 第一点就是说还是要落实过去 一直从赵子杨时代就开始了 从八九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将所谓的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 就是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它直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 一直没有执行 第二点就是其实从根本上来说 不光是说是退休的官员的腐败 在职的官员的特权也是相当严重的 也就是说它总体上来说 中国的财政制度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政府 和老百姓之间的财政的比例 就在世界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像这样的 就是我们先说官民的比例 官民的比例例如像中国 像古代 像所谓的西汉的时候 中国的八千个官员左右 就是七千九百多个官员左右 七千九百多个老百姓 对应一个官员 现在发展到今天是十八个老百姓 就有一个官员 这个增长了四百多倍 这个比例 所以说要这么多官员 要老百姓来养起来 这个负担是何其之重 而且大家知道中国的 例如像国家一百一十五万亿元的资产 总资产中间 只有二十七点六万亿元 是属于民间的私人的财产 剩下的八十八万亿万亿 都是国家所有 所以说这个比例 就是说国家所有的 政府所有的 相当于百姓所有的三倍 这个在任何国家都不可想象的 这样一个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中国确实负了 但是是政府负了 是国家负了 但是民间并没有 并不是偿富于民 而是偿富于官 偿富于政府 这个事情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这就涉及到中国的 各种财政制度 包括特别是税收制度 大家知道宪政制度 最重要的是讲的是 我们没有代表就不纳税 我们现在的税收 中国人的税收 完全是没有老百姓的意见 在里面 老百姓完全不可制约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大的 这个侵卸 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胡平先生 我们知道 其实早在1979年的时候 中共中央当时就推出了 所谓的高级干部的生活规范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规范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为什么很多人说到现在 其实名存实亡 当我们谈到中共高干的这些待遇 特殊待遇的时候 很多人常开玩笑 他们是为人民服务 还是人民来为他们服务 您的看法 您觉得新的规范 能达到任何作用吗 如果我们想到 1979年的那个规定 在和今天的现实相对照 就觉得真是莫大的讽刺 说来呢 因为中国官场腐败 它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 在80年代 在80年代中国官场的腐败还相当有限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80年代初 当时的商业部长王磊在风泽园吃了这份饭 就是给钱给的少了点 这件事批诸媒体结果就引起全然大锅 那么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这个腐败的容忍度是相当之低 可是到了89到了这个64之后 那么中国的腐败 官场的腐败就是变成家里 一字千里 这个它有它背后的深层的政治原因 因为在这个特别到64之后 那么像江泽民他们上台执政 一方面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力是来自于这些元老 邓晓廷陈云这一批元老 而这些元老呢 必须的效应很周到 所以当时那些这些中共高层退休元老 他们就享有了非常高的物质待遇 那一方面江泽民也知道 自己在党内的权威不够 那么他要能够维持得住局面 那就必须就所谓 让他的同僚们都能够所谓闷声发大财 给他们以这个种种的物质上的好处 那么正是因为当时江湖时代领袖 他的个人独裁程度相当有限 他更多的需要各层官员们 给他们这个维持他们的统治 因此要需要给各层官员很多好处 因此造成了大面积的这种腐败现象 那么今天习近平上台之后呢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清理党内腐败 和他集中个人权利是同步进行的 那正因为他的个人权利 原来超过了江湖的时代 那么他所以他在这个所谓整治 他就不需要像江湖的时候 要靠给其他的同僚 那么多物质上的好处来收买来笼络 那么他就可以所谓用他官方的话 就所谓可以比较从严治党 这个我觉得我们在看到 新年上台以来在整治党内腐败方面的 这些作为的时候 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 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是 那么我们也知道 这个很多人提到这个中共的高干待遇 其实是非常的复杂 而且非常的繁琐 我们就来看看 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 香港的动向杂志 这些刊物就报道了 当时在2004年 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2004年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人大委员长 国家副主席的离休高干 就是已经退下来的这些领导人 他们的公费开支就达到了 3.26亿元人民币 平均每个人要花费 2725万元人民币 这还是2004年当时的开支 所以可以想见这笔费用也为什么 这个高干的这种特殊的高待遇 特别是离休干部 可以说为人诟病已经是多年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也想要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 您对于习近平誓言要来整治高官待遇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 您觉得能够落实吗 又可能遭遇什么样的一个困难呢 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我们几位 在电话上等候的观众朋友 第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 您的看法 孔先生您在线上了 我认为啊 习近平能不能控制高官的待遇 这不是习近平的能力问题 而是习近平的生死存亡问题 是习近平流出天股 还是遗臭万年了问题 我相信习近平不会为了高官们的待遇 而使自己遗臭万年 中共因为腐败而灭亡了 中共呢 因为腐败也已经明存实亡 控制高官待遇 只能延缓中共的灭亡 不可能延长中共的寿命 谢谢 好 谢谢您孔先生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山东的鹏先生 您好 请说 主持人好 这个我们协总书记啊 说他这个对高干部的待遇规定 这个时候打了好的心事 对权量是一个严格的要求 所以关键的问题 我有个意见啊 应该是从制度上 要从立法的制度上来进行 那么从协商骑兵芝麻官 到室圣这些的待遇是嘛 应该允许规定 在把出来过后啊 要有法律的进行是不必加弹 像美国总统嘛 高宝嘛 每年可以到了别墅山庄 就休息几天或者十天 应该就是公开的 美国人民呢 我们的总书记 领袖部长 省长 你可以嘛 你了样就公开了 了样人民都知道 对不对 你该也给我发八千公司 发了三万公司 就公开的发 这样子的话 人民就幸福 我们总书记的啊 这个就是规定 以才能够执行下来 好的 谢谢您 彭先生 感谢您的意见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 是来自天津的张先生 张先生 您好 请说 好 你说一下 我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 这不是这个 现在这个党内 这个要进行 什么廉政网集团 这个好像这个 最高领导人呢 他好像是这个 要以身作则 这个我想呢 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这个胡炳涛执政时期 曾经他好像提出过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这个 所有的国务院也好 是什么 最高领导人也好 我这个不太清楚啊 就好像有一个方案 就是说 从这个中南海里啊 搬出 把这个人民的这个历史啊 留下来的 有一个辉还给人民 这个我觉得呢 要是说 我不知道他们这些个 要是说从自我做题 包括不包括这一点 我觉得这一点 是很说明问题 要从你们这个 从自身做题 这句话 这个要从这方面 我觉得 我也想听 这个这方面 想听更几位专家 好的 谢谢您 张先生 我想就先请 陈奎德先生来回答 这位天津张先生的问题 是 他就提到了 胡炳涛时代 曾经有过这样一组提议 关于搬出中南海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非常合理的了 但是这个事情 看来是完全没有下文的 就是涉及到了 就是说中共现在 他那个制度 他包括他花钱 他的这个待遇 他的住房待遇 是国家高官的 第一个刚才 有个先生讲的 透明度的问题 是不是有法律规范 而且是透明的 制度上的保障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 各方面都来监督的问题 就是说有没有 一个透明度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说 中南海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是 毛泽东当时一进城 就定下来的制度 实际上这个是 带有相当大的 象征性的意义 本来是过去帝王的 那个住的地方 游乐的地方 他现在显然是以 这些传承自居的 但是这个东西 当然是有合理的意义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还是一个 是一个现象问题 就是基本上的话 就是说我们的财政 是不是受到了 民意的约束 或者受到 真正的法律 真正的意义 民意代表的约束 我们刚才说到了 各种退休官员的 待遇问题 包括现任官员的 待遇问题 他也提到了 政治局 习近平先生也谈到 18届以后的 政治局的待遇问题 等等 但是更大的钱 例如我们 习近平先生出去访问 大把大把的 向外国撒钱 例如他接待什么 二十国的首脑 如此巨大奢华的 那种场面 峰会 这种东西 没有任何财政 可以监督他们 可以约束他们 使用国家产 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这个我就刚才讲到 他和民间的财富 比较起来 相差太大了 就是说这个对比太强了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这样的 我再提一句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财政 有没有一个管钱贷值的一个机构 一个像美国的国会 它那个国会有一个专门的关于财政委员会 它怎么 你政府怎么用钱 要得到我的批准 而且这些国会的 是当然都是由民间选上的 是民间代表 它代表 然后我顾用你政府 你怎么用钱 是由我们来管的 因为你是用了我们的钱 这个观念从来没有 而且江泽民先生 据说还专门在内部强力 绝对不能用 所谓纳税人这个概念 他知道这个概念的 非常的厉害的 就是说它涉及到 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性的问题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吴斌先生 您的看法 到底整治高官待遇 应该从哪里来着手 陈建仁刚刚说 如果没有对财政 有一个强烈的监督的机制的话 任何情况都是不可能达到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在中共党内这种特殊的机制 还有氛围之下 有没有可能 习近平真的说了一句话就算 您的看法 那当然不可能 事实上今天中共的官场 它有些问题 就比在毛时代要复杂得多 毛时代的官员 也和其他老百姓一样 他基本上没有私产的 比如一个官员 有两套房子 那这两套房子 都是组织上给你的 组织上要收费一套 那就只有一套了 那么现在他做了一些规定 对一些高干 包括一些离职退休的高干 再也做了一些新的规定 有所降低 比如说你本来有两个警卫员 现在规定只能有一个了 给你撤了一个 那这个东西他只要认真执行 这个是很好检查的 那你确实就只有一个了 但是现在的官员 他有大量的私产 这个是过去毛时代官员 所没有的 那么他们就可以 所以这里就有很多控制可端 第一他既然有很多私产 人家私人要雇佣保镖 那你是不是 你这规定就未必管得着 那么既然这种情况可以发生 包括你的住宅也是 那我们看到 当时揭露这个周永康 那说周永康在他老家 就修为一个 很大一篇住宅 而那个住宅显然不是组织上给他的 显然是他们是以他们的 私人的名义修建的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中共高官 包括退休高官 他都是按照那些媒体的披露 那都是一碗加财 那么这里头 所以刚才程辉先生也提到 关于财产公事的 官员财产公事的问题 所以他其实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按照你的规定 你政府给予官员 包括退休离职官员的待遇 那个是等于是政府 以公家的名义来的 另外一个是你官员 自己拥有的财产 这是两笔账 对不对 这是两笔账 这两笔账都需要 有很清楚很明确的交代 那么其实这种问题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头 那是很好解决的 早就有现成的方案 只不过中共因为他拒绝民主监督 尤其是害怕来自民间 对这些问题的监督 所以他主要官员们来做这些事情 那么第一 第一他肯定不可能真正贯职 执行下去 第二他这些做法 也不可能得了老百姓 跟民主的信任 是您刚刚提到很有意思 官员的私产问题 这可能是一个 他们走的一个漏洞 这也是为什么在多年来 我们知道 其实中国政府从2009年 刚刚陈奎德先生就提到了 2009年开始有关于 官员财产的公开来进行试点 2013年的时候 18届三中全会 还第一次正式提出了 要来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的 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 可是我们看到都没有下文 甚至一些在社会上 呼吁政府官员公布财产的 这些维权人士 都遭到了当局的拘押 或者是一个关闭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认为这到底背后是一个 什么样的原因 他这个中央政府 他如果真的要来整治 这个官员的这种待遇的问题 公开官员的财产 难道不是一个好的开始的办法吗 呼平先生您的看法 那当然本来这个在全世界各国 都有这个丰富的实验经验 对 所以这都并没有什么技术上 制度上难以解决的问题 问题是呢 是中共这些他对这些 这个透明的开放的 来自民间的这种前途 本身抱有很大的敌意 那么这个当然牵涉了 它的制度的合法性问题 那我们这里不必多说 正因为他拒绝采用这个现成的 早已证明行之有效的 一套制作 一些制作办法 另一方面呢 从当局 尤其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而言 他又需要对其他的官员有所约束 这个也是他这个体现 也是他权力的一种体现 所以我们看到呢 越是个人权力大的这些统治者 那么他在这个约束下面官员的 这种经济问题就表现得越加严厉 所以这点我觉得 我觉得这点之所以值得强调呢 就是说就像我刚才已经谈到的 这个中共的同志 他对各级官员的经济方面的 这种治理的程度 是和他个人集权的程度成正比的 所以我们不要只看到 像习近平上台以来 在整治官场的所谓的腐败方面 进行那些大刀破斧的行为 而忘记了在与此同时 那么他的个人权力的这种集中 所以这点这个 其实很多过去 包括很多西方的一些思想家 也早指出了这一点 在有些时候 他就像我们在这个 邓时代以后 我们看到的现象一样 你像邓时代以后的官员 在经济腐败的问题上 显然要远远超过毛时代 但是我们一般老百 对一般老百姓而言 那么毛时那种官员 他们那种滥用权力 那种对民众 对那种欺压 那种政治破坏的严厉程度 还甚至要远远超过正时代 所以这里头 这种相关关系 我觉得我们 尤其是在讨论 习近平所谓从严治党 反腐败 万万是不可忽略的 是我们在我们的 YouTube网站上 现在也有不少的网友 提供了他们的看法 或提出问题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位署名叫改名 改名的这位网友 他提到了 他说整治高官待遇 这句话我小学就听过了 30年了 现在又继续的搬出来 问题是不让 无党派人士参与进来 不成立民选监督机构 民选的法院法官 没有一个监督机制 搞不明白这样去整治 怎么要来监督 而且这还是一个 体制内的事情 外面的人只能看看 无法去监督 同样的呢 有一位署名蔡杰的网友 他也提到 只有第一 实行真正的代议制议会 来搞议会财政 第二 让司法权检查权独立 第三 开放新闻媒体的自由 这才是真反腐 运动式的反腐 都是假反腐 真集权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到 有一位署名 齐藏的这位网友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想知道 中共规范领导人的待遇 希望来推动廉政建设 但是这个规定的出台 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 他想要请教的是 是不是应该 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 并且以立法的形式 来确保这个规定的落实 来推动依法治国呢 我想 陈奎德先生 一分钟时间 简短的来回答 我想他 现在恐怕要达到 什么具体的立法 来规范这个东西 恐怕现在达不到 我想最后补充一点 刚才胡明先生说的 他说习近平先生的惩治高官 他是和他的集权相呼应的 所以他有比较大的利益 来惩治高官 和他的集权有相当大的关系 对 这点是非常 但是即使是这样 他也不能达到公布官员财产 这样一个 也就是说他有个限度的 有个底线的 因为这个党 这个制度 他已经腐化的太过分了 如果真正的 要真正的按照习近平 他那个利益 彻底的搞下去 真正的公布官员的腐败的话 这个党本身在老百姓中间 在世界各国中间 他的信息完全少到 他没有任何的 存在的合法性了 所以为什么他们一直 我想他可能也有动力 希望能够做到这个阳光法案 但是做不到 也就是说他 这个制度限制了 他不可能做到那一点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 在电话线上 也有观众朋友 想要发表意见 这一位是来自广东的 吴先生 您好 请说 我就说一个问题 就是前不久 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说这个共产党 是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为最高利益 共产党就是说 没有自身的利益 再看看我们今天 在讨论的客观待遇 去说明那种说法的话 我真是厚颜无耻 大言不惨 就演说下话 好的 如果这个共产党 他现在就是 研究这个级别 按级别领工资 这个级别我说 就是利益 再说这个待遇的话 这个待遇的话呢 就更是利益了 而且这个利益 简直是 让人吃惊 所以的话呢 这共产党所说的 他的这个宗旨的话呢 我就觉得是大问题了 好 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 谢谢您 广东吴先生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 这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 您好 请说 你好 我认为应该取消 退休高官的特殊待遇 他退休之后 他就是平民了 整个国家应该 应该这个执行一个 国民待遇 国民就应该人人平等 他不应该有特殊 老板就是 他才待遇 就是国民待遇 我就说这些 好 谢谢您 吉林的吴先生 我就想请教胡平先生 我们从西方的很多人说 民主体制下 确确实实退位下来 或者离任之后的 这些领导人 他们享受的 一般是平民 可能在人身安全上 有一些特殊的保护 但是他们是否 有一些特殊的待遇 像中共的离休高官 他们又享有 什么样的生活上 政治上的特殊待遇呢 胡平先生 您的看法 那么在民主国家 他一个官员退休之后 离任之后 他所得到的 这个物质待遇 是相当低的 那包括像美国的总统 早前总统 包括乃至于像 杜鲁门时代 那也就50年代 他离任之后 他生活很窘迫 包括在总统前 还欠了很多债 到后来呢 正是鉴于很多 退休官员 退休之后 生活上比较窘迫 所以政府才提高了 对他们退休之后的 这个待遇 那么当然尽管如此呢 那和中国的官场相比 那根本就是 不可同意而言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那么在民主社会里 首先他的 一切制度都是透明的 官员并没有享用 这个超出法律的特权 另外呢 尤其是你从政的人 那么他一举一动 都受到民间的这种监督 因此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官员他在在任的时候 不可能有多大的机会腐败 那么在离任之后 那么他继续享受一些 这个抄待遇 也是完全做不到的 那么这点 当然就和中国 中国就情况构成 非常鲜明的对比 是 我们继续要来看看 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 陈奎特先也也提到了 这一次的新规范文件当中 有一点特别 值得大家来关注 就是他特别强调的是 要约束退下来以后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 所以就有很多媒体 来做一些议测和分析 觉得这到底指的是谁呢 很多人把箭头指向了江泽民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 那么提到了说 江泽民在2004年 他卸去了中央军委的职务以后 一直保留着 他在中央军委的办公室 一直到2012年 所以经过了8年以后 到中共18大前后 他才腾退 所以呢 很多人认为习近平 说出了这个新的规范 要来整高官待遇 特别是离休后的国家领导人 其实就是要来敲打江泽民 胡先生您的看法 稍后我们再请陈先生 也做个补充 胡平先生您的看法 问题是呢 当这个规定出台之后 出台的时候 那么江泽民实际上 他的办公室早已经撤掉了 如果说这个规定是在 当时江泽民在他最初提出的时候 就惯涉执行 那情况又有所不同 当然我以为呢 习近平他们现在提出的这新规定 确实有约束先前的一些退休元老的权力 这么一个意图在里头 就像当年邓小平他们比较赞成 所谓领导的废除终身制 实行任期制 这他当时就有限制 划过分的权力的意图在里头 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上来之后 他特别强调对退休的元老的权力的限制 当然有对包括江泽民和胡锦涛 尤其是江泽民权力加以限制的这个意图 但是呢 从他有关方案的提出 到他公布打算实行 这中央一个巨大的时间差 就表明了实际上他在这方面 能够做到的能力还是相当有限 他也只有等那种 当然本来从他上班以后 那由于江泽民胡锦涛这两块势力互相抵消 江泽民的权力就实际上已经相当有限了 是 那么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呢 您认为也有很多人说 习近平做了这样的一个宣誓 其实有一石二鸟的效用 一方面他可以真的来整治党风 二方面他可以破除中共党内的 这种老人干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您的看法 我想习近平对老人干政 这个强烈的反制的态度 这个是很明显的 他一直有这个态度 就是刚才胡锦涛先生谈到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 他已经酝酿了三年 原来就早就在做 但是一直就拿不出来 说明实际上这中间是一个 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个权力斗争的过程 到现在能够拿出来 也就说明那边的血儿已经松了 那边的力量已经不足了 而且现在拿出来 意义也不如当年拿出来这么大了 不过就是说从这里还是可以看得出一点 就是说中共提出任何的类似的 这些所谓的规范这些东西 往往我们看到它强烈的重点的不同意 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往往它是有它的所谓的政治方向的含义的 就是有它的政治色彩在里面 这一点政治斗争的色彩在里面 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不过就是说我想对习近平来说 目前江派或者江的力量的 对它的压力没有过去这么大了而已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要继续敲打江派的人马 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新的规范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预示 我想这个因素在里面的 这个意图是在里面的 我们看到在今年的十月份 其实我们说到高官待遇 或许我们可以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今年十月份的时候 退休多年的中共前北京市委书记刘奇 带着全家三代人口 那么公款到西藏去出游 结果引发了许多舆论的炮轰和民愤 因为陪同他的不但有秘书 有警卫有医生 而且到西藏的时候 全程由当地政府来招待 有公安有交警 为他来开路护送 那么我想请教两位嘉宾的事 我们最后剩下两分半左右时间 各一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 刘奇的事件在这个时候的曝光 是不是也有一些 他的时间点的敏感性 那么当然很多人说 刘奇其实不是一个特殊的个案 很多的中国离休高官都是享有这样的一个待遇 那么您认为未来这个高官待遇的问题 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党内 它会不会仍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习近平在这时候提出整治 他能够做的又有多少呢 我想先请胡平先生来我们做一番总结 刘奇这件事情的曝光 我想当然和这个时间点有很重要的关系 另外呢我们也都知道 当初这个刘奇和王岐山都在北京是这个统治主政 就算当时就有很深的矛盾 所以这次刘奇曝光恐怕和这个矛盾也不无关系 那么当然据我们所知 像这一对情况 其实它当然不是刘奇一个人的个案 而是相当普遍的 那只是呢 那这次刘奇做的相当的招摇 那么有的人做的 他不一定搞得这么招摇 但这里他主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所谓这个公费 就是以公费的名义 公款来理由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 像我刚才已经谈到的 因为现在官员有很多私产 另外呢 他除了公款之外 地方上那些不发吹牛拍马的人 他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方式 不一定以这种名义 他也同样可以满足很多一些官员 在退休留职之后 依然享有非常高的这种物质待遇 所以从现在提出的 从总统 官方提出的总统约束 且不说我们在实行上有难度 另外就算他们实行下去 由于缺乏这个普遍的 来自民间的监督 那么其实它能起到效果 应该说也是相当有限的 是 陈奎德先生您是不是也同样的悲观 是 我想这一点就是说 习近平先生和江泽民先生恐怕 就要说在这方面的话 恐怕只有一点微妙的差别 就是 习先生他现在主要是以 他们都需要底层的官员 对自己统治的知识 他的合法性的知识 他们需要党内的知识 现在党内的知识 并不是这么稳固 所以 习先生主要是以授权的方式 就是安排官位 他最亲信的官位 而江先生当然也要以授权的方式 当然更主要的是以送钱的方式 一个授权 一个送钱 送钱的方式也就是给他赚钱的更多的机会 这个位置上更容易赚钱的机会 让他去腐败或者是干什么更方便 但是这两种方式 他都不可能是真正的是说 使得官场真正的把腐败清除干净 这个是很显然的 他必须要有这样大的一个官僚系统 来作为他的支撑 他们这个统治是完全建立在这个官员 因为他没有民受的这个没有民间的赋予权利 所以说只好靠这个官员系统的忠诚度 所以这两方面权和权是他们少不了的要送的 好的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相关讨论 只能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一次感谢胡平先生 还有陈归德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 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 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明晚时事大家谈 我们将带您关注川普新政府会不会改变对华政策 开始注重人权 民主 自由了呢 请您准时锁定VOA卫视 我是郑宇文 祝您晚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